請問一下各位就是 接下來我要介紹這個RSS 請問各位平常啊 你打開電腦 不管是工作也好 或者是這個就是 平常在家 還是你們現在都不開電腦都開手機 哈哈哈哈 不管你有手機還是 請問你平常打開的時候第一件事情 你是去看哪裡 是看網站 還是看FB 還是看Line 還是看Mail 所以你們都只負責處理公務 哈哈哈哈 你有沒有想過網路上就 那個訊息好多 Line有很多傳 很多人傳給你嘛對不對 我最怕的是Line很多傳早安 哈哈哈哈 不是說不好啦 只是因為訊息很多齁 老是在看那個實在是沒什麼太有事 或者大家會傳一些很多的影片啊 文章啊給你啊 你想看不到 但是重點是 如果你有看到一個好的 你都怎麼保留下來 蛤? Keep 那也只有1G左右的空間吧 那也只有1G左右的空間吧 老是用Keep可以嗎 Keep也會Keep到Keep不住啊 哈哈哈哈 因為你放在裡面 你有沒有發現你的Keep Line裡面的Keep你有沒有去清過 有喔 那算不錯的啊 那表示你曾經滿過 哈哈哈哈 你存在那裡算 不過可是它不是無限空間 第二個它在組織整理不是那麼方便 對不對 所以有沒有什麼比較好的方法 可以幫你紀錄下來 然後又可以讓你比較方便的去 其實我們現在很多重要的問題就在說 資訊很多 但是要怎麼樣轉化成對你有用的資訊 你那些有意思嗎 資訊太多了 你不是你收集的沒有用 那也是怎麼樣 跟我的最愛一樣嘛 對不對 所以為什麼我們要跟大家介紹一下RSS 因為以我來講 如果我開電腦 我大部分我會先來看這邊看一下 你看 今天不管你是用Google 還是用這個Yahoo 你所看到的新聞 或者你看電視 是不是都是有限的來源 對不對 你今天你所關注的 不見得他們的報導 那這個時候呢 就可以用這個功能 我先登錄一下我的 那個IMOReader 就是這個 它是一個線上訂閱的服務 你可以付費也可以免費 它也有免費的 所以我就直接進到這邊 當然它也有Enjoy的這個APP 好 我就先登錄一下我的帳號 它這邊有簡體中文 有簡體中文 我就用這個方式先登錄一下 登錄進來了 各位你已經要瘋掉了嗎 哈哈哈哈 這樣資料有比較多 其實平常剛開始你比較少的話 我是建議各位 你可以用卡片式的或雜誌式的 有沒有 像不像FB 對不對 那你看我一進來之後 我也不用特別去收訊群 也不用特別去哪些網站 有沒有發現 我就可以看到很多資料了 而且這些資料都是你有興趣的 它才會進來 我們講過像FB 有沒有那個演算法 它不是會幫你過濾嗎 可是有時候過濾到 該給你看的 你沒看到 不該看的反而你看到 但是這邊就沒有 那因為我的資料比較多啦 所以其實後來我到部分都用列表式的 因為列表式啪一下就出來 有沒有 這樣比較 剛開始你內容不多 你可以像這樣 那這個東西是你可以訂閱 我相信各位以前 剛開始用網路的時候 你可能會有訂過一個東西 叫做電子報 你現在有沒有 有時候樓件還會收到一些電子報的 可是你訂太多 你應該知道 你沒有時間看電子報 對不對 而且電子報 來了 現在沒時間看 你就丟掉丟掉 對不對 不然空間不夠 那在這邊呢 我不是只有這樣子 因為如果我只是為了要看這支資訊 我必須跟你講 也沒那麼多時間看 那怎麼辦 比如說你看喔 我看一下 像我就很常關注我們這個電腦玩物啊 我是蠻建議各位可以看一下 它上面其實有很多 它像這個Evernote 像那個立起之前有各位想要介紹Evernote 它就介紹很多 介紹很多 可是這個部分就是說 它要付費的版本之後 你的功能差比較完整 也比較完整 它免費部分 現在是比較沒那麼OK的 那我就會找找我有興趣的 比如說你看我找一下 我會稍微把它跳過跳過 看哪一些跟我要上課的內容 或者是跟 我有興趣的主題比較相關的 好 假設呢我找到一個 好 這個Mac的 我就在這邊把它打開 好 那我們去訂閱的時候 有的網站它有完整的文章 有的是只有摘要 但是沒關係 因為我會做一件事叫做標籤 因為我知道這個跟Mac有關的 所以我會給它一個Mac的標籤 有沒有我曾經下過的標籤在這裡對不對 你看我把它存起來 那你知道為什麼我要做這些整理 因為呢 你看我左手邊 有沒有我有興趣的標籤都在裡面 所以我現在要找我的上課的資料也好 或者要找什麼 我就記得我曾經看過 那我就來找 哦 Mac 我們看一下我的Mac 你可以用關鍵字 你看我點一下Mac 好 內容都看過了 你看 我有沒有有Mac的通通跑出來了 你了解 看過跟有用差在哪裡了吧 我雖然看過 我不見得 我以後不見得記得這個 可是我有下標籤 我的標籤不是只能有一個 也許這跟PDF有關 我可以怎麼樣 你看這跟PDF有關 我再把PDF加進來 PDF我只要打過它都會出現 所以保存 這樣子 當我找PDF之後 我也會找到它 跟我們用檔案總管 資料夾概念是不一樣的 他是用標籤的概念 所以你同一個文件 你可以有多個標籤 這樣有沒有OK 對不對 像這樣子 是不是就比較容易找 然後呢 當然你也可以透過什麼 搜尋引擎 所以你可以在這邊找 我想要找 比如說 跟雲端硬碟有關的 我就找雲端硬碟 只要我的那些文章裡面 有雲端硬碟的 通通都會列出來 這樣各位有沒有發現了 而且這個資料庫 只有你自己 雖然你看到的是網路上的資料 可是因為我有給標籤 貼標籤 所以我現在要上課 或者要找資料 相對是很快很多 而且你去網路上 我相信你找雲端硬碟 不見得找到你要的 因為那是大家的搜尋集 可是這個是你個人專屬的搜尋集 因為都是你有興趣的 你有整理過的 你知道差別在哪裡了對不對 好 所以等於說你可以像這樣 那我去哪裡訂閱這些內容 重點來了對不對 去哪裡訂閱它 你可以到這個地方 你去很多網站 其實他們都有提供RSS服務 比如說像天下 天下雜誌 你可以看一下 我們去天下雜誌 好我去找另外一個 叫fine科學 好這個 你找到這邊 這邊 那一般有的他會放在網站最下面 你可能會看過這種 有沒有看到 就是這個圖 這叫RSS 老實講這不是新技術 而且呢 以前 Google做得更好 Google以前有叫Google reader 就專門在做這一塊的 可是他後來就 為了推Google家 他就把那個服務關掉 有點可惜啦 後來我才轉移到這個Imo reader 因為他跟Google 那個reader是最像的 事實上Google做得比較更好 做得比較更好 可是沒辦法 因為現在找到他最接近的而已 所以你只要點進來 各位 點到這種網頁 你應該連看都不想看吧 因為你知道他不是給你看的 他不是給人看的 他給誰看的 對 給那個 閱讀器看的 所以你只要告訴他 這個網址 你只要給他這個網址 你就把它複製起來 你來這邊 把它貼進去 他就問你 你要不要訂閱他 這樣了解嗎 所以 其實 對我來講 現在收集這些資料 我是 看這個 比看 入口網站 看新聞 對我來說還有用 因為 我每天不用特別去哪些網站看 你看我有訂閱的來源 這裡 我都有分類對不對 有分類 所以其實我只要一打開 就會有好多網站 有更新的就會進來 那為什麼我今天一開始有做一個測驗說 你還在用我的最愛嗎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你的那些我的最愛 什麼時候有新推出 新的文章 有新的內容出來 你知不知道 你不知道 所以你是要一家一家慢慢拜訪 你們家有沒有新的有沒有新的 你哪有空有那麼多時間 每天打開電腦 然後就開始一家一家看 不用 因為我在這邊的話 他只要有新的 你看我按全部文章 只要有新的 這個一分鐘前推出了 有沒有看到 九分鐘前十分鐘 我就會看到最新的 我也不用再去他的網站 反正 有新的我就會看到 這樣是方便很多 是自動收集進來 可是他沒有經過像FB所謂的 演算法 他都會通通進來 你有訂閱都會通通進來 當然你可以訂閱 可不可以不要訂閱 可以的 你也可以不要訂閱 這樣知道 什麼叫做RSS閱讀了吧 所以以前他的中文翻譯叫做 主動推播 也就是說你今天有一個軟體 有一個雲端的這種服務 他的那個網站就會自動去 你所訂閱的所有網站 去抓資料過來 把網站的內容主動推播到你的 電腦或手機上 你不用再自己出去抓 這樣瞭解那個意思了 所以其實 跟他比較接近的 大概就是一個叫 我現在介紹這個IOMO reader 或者有一個叫Feedling Feedling它的功能比這個少一點 所以我會比較喜歡這個 比較喜歡這個 缺點就是他只有簡體的介面 沒有繁體中文 可是應該還好 好 那如果你有特別喜歡的 比如說你喜歡 你可以加信號 這樣子我就可以 比如說我現在沒時間看 那我就看一下 我以前標好 大概標好一下 有空的時候 我就看一下有信號的 就好了 這樣了解 但用久也會滿天心 哈哈哈哈 本來就是啊對不對 因為你信號很多的時候 也會很多啊 可是就是說 至少你有興趣的嘛 你有興趣再回去找一下 也可以 如果有時間允許的話 那大部分就是我會稍微 簡單看一下 那我就給標籤 以後真正我要上課 或者我要實用的時候 我就會來這邊找我的資料庫 請他提供我 比較多的資訊 這樣絕對比我上 收據引擎 即使Google要找 也會找得到 可是不見得 馬上找到我要的 這樣OK 你可以試看看 好不好 你可以註冊一個帳號來